其实我昨天心情就很不好 知道为什么不好吗 因为昨天在跟我日本公司 在开视讯会议 他们在跟我回报日本状况 他们现在怎么样 惨 真惨 整个咖啡店没客人 因为紧急事态训言之后 人跑光光 然后整个街上的人 虽然说是比较少了一点 而且消费也紧缩了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近真的就是 新冠肺炎的疫情 又被变种病毒传染 所以现在非常非常严重 他们现在新说 好像连今年冬奥都没办法办 今年冬奥到底要不要办 这个真的就是大家众说分明 菅义委还是持续训 菅义委是说我们一定会办到底 可是大家明天都说 大概没指望了 你看世界态都已经到1月中下旬了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人确诊了 确诊到太可怕了 半年内是这个状况 可能不会改变 短短 这一波差不多将近十天多 他的整个确诊人数 加了五六万 非常可怕 这加这么多 对 之前 他现在不是紧急事态 有些地方不是开始管制 怎么反而确诊 确诊人数在暴增呢 最近因为宣布紧急事态之后 人有降下来 在那个之前 一天五千个确诊 五千五百个确诊 天天都在爆量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可怕到他们因为太多人确诊了 确诊到 几乎他们没有办法 去医院去救治 很多就是确诊者 他被通知什么 他被要求居家隔离 然后在居家 就是自己的去调养 可是问题是 你在居家隔离的时候 如果说你身体有状况的时候 你也没有任何医疗 因为医院根本没有办法容纳 这么多确诊患者 可是你想想看日本可是一个公卫大国 这个公卫大国里面 他的医疗体系居然已经经历一个崩溃的状态了 所以这个非常可怕 包括他们的新闻还说他们呼吁在已经就是退退役的护理师或者是在学校的护理人员学生要上来来帮忙协助 比方什么他们的医疗已经体系上面已经非常艰苦几乎快到医疗崩溃 所以很多什么很多人确诊了新冠肺炎 可是他没有办法到医院 那这时候日本政府怎么做 他们的市政府区公所会寄给你一个通知书 通知说你是确诊者确诊通知 但告诉你你被确诊你应该注意什么事项 你在家里面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到哪边的机构去寻找什么要帮助 日本政府很贴心 他们用一个正式的公文会寄给你 叫你待在家里不要乱跑 因为你被确诊了 你的权益是什么注意事项是什么 结果有人收到了这个信之后 当场泪崩 为什么泪崩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大阪市政府的未登台道歉 因为就有民众 他们收到了大阪市政府区公所寄来的 这确诊通知书 结果确诊通知书的背面一翻过来的广告页 信封外面广告页印的居然是什么 印的是日本大型的藏医色的广告 也就是说你今天没确诊 你说我前面拿到的是确诊 我翻过来就背面是藏医色广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拿到了这张东西 我是不是准备步上了人生的最后那条路 是不是告诉你说你得了这个 得了这个新冠肺炎了你完蛋了 我告诉你注意事项 那如果说你还是撑不过去的话呢 没关系我们非常 日本政府非常贴心 我们在后面的连藏医色的都帮你安排好了 这次跑跑在唱拿之间就走完了 现在这个时候已经走上终点了 对所以说很多人收到这个之后 真的是当场内崩 怎么会 我收到确实 才收到那样严重的打击之下 没想到自己却知道说 政府要协助我办理后事了 一条龙贴心的一条龙服务也太贴心了 怎么连藏医色传统那种感觉 后来这事情被就是爆出来之后 罕见的就是市政府为了这个事情 还真的正式跟民众道歉 他们解释说什么 解释说这个信封 他们还蛮有诚意的还道歉 道歉 因为真的太多人抗议了 因为太多人确诊了 太多人收到了 收到之后 哇 后面连藏医社电话都有 还误以为是区公所的服务电话 这太可怕了 结果原因是 原因他说这个是去年六月的时候 这个藏医社有给他们做的广告赞助 在他们的自视信封 后面印上他们的广告 因为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日本的疫情状况都还没有 已经趋缓了 因为整个公所里面 他们整个区公所 他们的作业里面 他们现在这一批信封袋 是去年六月做的 他们也只有这一款 没有别款 所以他们就 从去年又到今年 他们用的人也不一有他 反正要寄信 因为人很多 就开始寄 反正是公家的东西 就是公家公发的东西 结果 后来他们也承诺说要改善 以这种相关的书信 他们会去用 可是这个打击还真的蛮大的 如果是我 应该会哭死吧 我觉得 所以真的是蛮可怕的 可是讲到这个部分也确实 其实日本的整个火葬 是他们的习俗 因为日本几乎都是火葬 因为日本人人多 土地少 所以他们几乎都是火葬 所以他们火化厂 其实也都有他的运作规范 那结果东京都的火化厂 也是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他们整个火化厂的上限 每天上限配额 已经悄悄提高了 所以你一直说要火化更多的人 一个乳从以前一天的上限配额 五个配额 就是一天一个乳烧五个尸体 现在调高大便十个尸体了 Double Double 因为怎么 因为最近就已经他们发现说 新冠肺炎确诊之后的死亡人数 已经在飙高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预设 整个人死亡人数会飙高之下 我上火葬场的运作的模式 也要开始调整了 对 所以他们的新闻出来就是 他们的这边的配额火化配额 已经从一天五人翻倍到一天十人 也就是说这个 因为整个感染者的人数 实在太多了 现在日本现在目前有多少感染者 在家里面等候病床 到医院去救治 可会不会有人就真的等不到 最后就死在家里 对 真的有 所以全日本现在有一万五千名 一万零 一万五千零五十八名的确诊 感染者是在等待入住医院 也就是他们没有医院可以住 只在家里等 然后还会收到就是去公主寄来的通知书 后面还印章仪射 那就表示说你万一穿不过去 你就自己找章仪射吧 对 死了怎么找章仪射 对 家人找 这太可怕了 好悲哀 所以说为什么 因为日本其实已经 现在已经累积到有两百的民众 是在居家隔离期间 确诊者来不及去医院的 将近两百人 你说死在家里 死在家里面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悲剧 为了这个事情 日本首相菅义伟 还公开了为这些人来道歉 所以说真的 日本政府没办法 就是管理好 讲真的 我2010年到日本去做生意 日本我真的非常熟 那日本一直以来 自豪就是它是亚洲首区一指的 公卫大国 对 而且坦白讲台湾的医疗体系 不啰嗦 讲这话 日本人建立的 以前日本统治台湾时期 建立了台湾的医疗体系 因为以前台湾人 不能够训练太多科目 只能学农 学经济 要不然就学农 对 政治军事都不准学 所以台湾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技术 是从那个时候发达 一直一直累积到现在 所以台湾才有手去 而且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有一些厉害的 都不跑到日本去留学的 对 所以日本 医学也是要到日本 这个公卫大国去学的 所以日本一直是亚洲 公卫体系的自由生 模范生 对 可是呢 怎么这一次这么凄惨 就是因为他们之前 这个防疫 佛系防疫 让大家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讲 安倍晋三可能觉得 跟着川普的走法 所学到最后学成这副德性 要不然日本人这么听话的民族 为什么政府只要下达指令 他们就会照做 对啊 但后来反而用这种佛系的方式 就搞到最后搞死自己了 好 下文